昨天被粉丝做的地图给稀爽了 我不甘心 今天我要继续来挑战 先看一下作者说的什么 小咪 听说你最擅长回墙摆断跳 所以 嘿嘿 嘿嘿 我看你这怎么就是心怀不轨呢 提示一下 公告那边有钥匙 又来又来这种套路 这次的钥匙 估摸着也没什么用 第一次做长地图 小咪加油 加个锤子 难道我还被你们坑得不够惨吗 拿了钥匙再说 这 这 这个 回墙摆断跳有点 让人难以接受 在跑步界 我可是老油条了 面对这种局面 我还是毫无压力的 别的不说 直接让你们看结果 这是在搞我心态啊 回墙不行 直接摆断跳 难道它不香吗 我知道了 我应该是饿得没力气了 吃个卖包 接着来 不要再惜那些细节 为了防止你三段跳 所以有空气墙 防止你百段跳 头顶也有空气墙 三段跳 我能是那种人吗 作者 你看人真准 太了解我了 去公告后面看看 钥匙呢 钥匙在我手里呢 前面这条路还挺长 不对 后面应该有东西 这次作者居然没有放 这剧本写的不对啊 导演都不敢这么拍 去重生点看看 钥匙呢 又来 又让我们找钥匙 作者 算你狠 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今天我一定要在作者面前 展现我的技术 开门 点存葬 跑酷开始 嗯 前面都是在逗我呢 开始就开始 看我神龙百尾 飞龙凤舞 飞龙在天 二段跳 这怎么越往后面越简单了呢 开始是回想百段跳 刚刚是旋转跳跃 这一次又是二段跳 搞不懂作者怎么想 上面还给我们准备了丰厚的蛋糕 可这蛋糕也不能吃 吃了就过不去了 蒙眼形方块 前面的困难我都扛过来了 难道还会怕这些小关卡吗 这都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 啥也不是 不会的走这儿 我躺到一个七尺男儿 怎么可能去服作者的作弊通道 只要我吃上卖包 就可以继续冲刺 刺刺刺 刚刚跳的有点太紧张 现存太急不太好过 这次直接来到第一次上面 想扎我是没机会了 有时需要低着头走路 这个我知道 只要按着潜情就掉不下去了 这和普通关卡没什么两样 还不是直接过来了 倒着走 往下看 小迷爱心 哎呦 我这小行动 扑扑的 这下面应该就结束了吧 沿着这个星光包子一直走 通往胜利的终点 箱子里面还有炸涂的东西 这让我怎么能瞎得去手 算了算了 这次就不炸涂了 대박 检子 首先 就是不炸车 剩下红击 是不炸车 不炸车 是不炸车 并不炸车 要就是不炸车